嗨 大家好 我是艾莎莎 今天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我旅遊的小撇步 女生有個很衰的事情 就是無論你是去旅遊或是你一般上課 你總是會遇到就是你那個來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 如果我自己旅行的時候那個來我要怎麼辦 然後你們可能會想我後面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現在是在我的旅館的外面 因為我們的旅館在後面 然後我媽在裡面睡覺 其實我覺得旅行的時候那個來根本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現在自己的那個來 但是我現在完全一點都不緊張 而且我們今天要去登整個歐洲最高的風 叫做少女風 因為那個來其實就主要只有三個會讓你比較不舒服的地方 第一就是會痛 第二就是你知道女生就算墊衛生棉 她還是會從屁股留下來 就是如果你姿勢不良的話 有時候甚至這樣坐著也會從屁股留出來 然後第三個就是你墊那一片在那一下 一直流血 然後你的屁股就會濕濕熱熱的 但是其實你根本不需要有這些困擾 因為你只要用棉條就好了啊 就是我今天呢也要塞這個棉條去登少女風 棉條跟衛生棉最大的差別 就是你塞進去之後 你完全感覺不到你月經的存在 就算你想要去玩水或是戶外活動 你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就是一個塞在裡面 所以你怎麼動 它真的就是不會從你的屁股留出來 然後我知道台灣有很多人 我覺得超過一半喔 甚至阿元 就是他們都不喜歡用棉條 甚至就是沒有用過棉條 我覺得超扯的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你在國外 你去什麼便利商店 幾乎就是只賣棉條 要不然就是衛生棉會占小小一部分 外國人根本就不會用衛生棉 所以呢 現在我要來教你們怎麼塞衛生棉 蘇菲 它有出這種 導管系列的衛生棉條 我覺得這種導管式的 就是非常適合新手使用 紫塞式就是它不會有這個導管 它只有裡面那個棉 可是紫塞式就是你要 很有技巧 然後你要自己用手把它督進去 然後這種導管式的 就很簡單 你只要抓著這個螺旋的地方 這你就把它當作是你的Vagina 把它當作是你的陰道 然後就把它塞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 你那個螺旋的那個 手的地方剛好碰到陰道口了 這個時候呢 這樣子把它咻推進去 YES 它就勁動了 你的小 小穴外面 好難聽 你的那個地方外面 就會跑出一根這個 線頭 就是等它吸飽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線頭 直接把它拉出來 而且我跟你講 拉的那個瞬間 我覺得 超級療癒 你想想看你的Vagina 就是可以放得了雞雞 然後雞雞的大小 至少這樣子吧 然後這個東西的粗度才這樣子 所以 come on 就是 簡直是 小屋見大屋 如果 連這個你都會覺得痛的話 那你這輩子就不用那個了 你裡面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 如果你感覺到有點怪怪的 就是不太舒服的話 那代表你應該 放錯了 但是用這種導管式的話 你放錯的機率非常的低 這個衛生棉條 我現在用的是一般型 因為我現在是第三天 一般型的話 大概我覺得 三到四個小時換一次剛剛好 但是你第一天第二天 我會建議你們用量多型 所以就 你要玩水 或是戶外活動 任何的動作 你真的完全不用擔心 你去做瑜伽也可以 你倒立也可以 雖然我平常覺得月經來 最好不要靠止痛藥 因為那種東西感覺吃多的不太好 但是 因為現在 我好不容易來到瑞士 而且我要去攀少女風 所以 最好是讓自己完全不會被那個東西影響 你這幾條你就直接插在你包包任何一個地方 就是非常的輕巧 非常的好攜帶 現在呢 我也要去塞一個在我自己的 再見 好我換好妝了 然後今天的天氣呢 有沒有就是 非常的萬里無雲 然後等一下呢 不是要等那一個 那一個是愛格峰 我們要等更高的 就是整個 歐洲最高的少女風 只要你天氣不是這種 萬里無雲的話 你上去就是看到全部都是雲 好像去少女風要 好像要一百多瑞士幣喔 所以你很有可能登上去 然後發現你什麼都看不到 走 現在呢 我們搭上了一個火車 要去一個叫做 Kleincheide 對 的站 然後去那個站呢 就可以轉另外一個火車 直接上去少女風 然後沿路的景色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坐的就是這個 紅色的 往少女風的列車 等一下就會到 全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這輛列車 上少女風的火車 雖然我剛剛說三到四個小時可以換一次 可是其實你上來高山 你不見得到處都可以找得到廁所 所以現在已經上來大概兩個小時 我覺得 如果你要安全起見一點的話 會建議就是在下面才可以墊一根護墊 如果你太久沒有換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流出來 墊護墊的話就比較不用害怕這樣子的問題 好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少女風的觀景台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的海拔是 三千五百公尺 現在我看到了 第一個 室內的廁所 能換的時候就趕快穿暈 因為等一下室內的廁所 不知道是多遠以後 還沒有走出去 反正現在還在那個地下的冰谷 我就已經覺得完蛋了很暈 我就覺得這個空間晃來晃去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自己很暈還是 到底有沒有在晃啊 我的感覺是它完全是 像在吊橋上面晃來晃去 現在 三千五百 所以會有一些高山的反應 而且我現在心跳變得很快 然後 覺得 氧氣有點稀薄 然後地上 你看大家都很害怕會滑倒 也真的非常的滑 這是真正的冰河內部耶 全部都是冰 而且你會發現那個冰河 它不是白色的 它其實呈現那種 淡的藍色 這邊又是 TOP OF EUROPE 還有冰河歷險記裡面那一隻 好滑喔 好棒喔 終於到了戶外了 我們既然看到了沒有雲霧的少女宮太幸運了 其實一到外面就不冷了 剛剛那個冰宮裡面還比較冷 因為有太陽 所以反而還滿暖和的 而且這裡大家都要跟那個瑞士的國旗拍照 拍對牌上躺 哇 以後沒有人 你看一般 如果你用衛生棉的話 絕對不能做這種動作 因為它就會從你的屁股流出來 可是呢 用棉條的話 它會直接把它吸收 所以現在 我怎樣動 都沒有關係 其實 不要一直做的嘛 這一面反而沒有人 然後那個少女峰那邊超多人 這邊是冰河的地形 我待在這裡就好了 撿起來的大冰塊 好 現在要從少女峰平安的回到我的住宿了 耶 漂亮 所以總而言之呢 今天雖然那個來 可是 塞棉條上少女峰 所以完全一點月經來的感覺都沒有 就是完全不會濕 不會黏 不會怕它露出來 可是我中間有一度就是有點擔心 找不到廁所的問題 其實瑞士山上的廁所還蠻多的 可是我就是很不想要上那種 就是戶外的 因為那種真的很冷 3500公尺 所以如果每1000公尺降6度的話 那地面是13度 上面就是-7度 盡量有機會就去換 而且就是你不用擔心 有任何活動是你不能做的 真的沒有差 像我現在躺在躺椅上 我就是 真的是一點都不怕耶 這樣子 也可以 可以 真的可以喔 空中腳踏車也可以 完全不用怕它會跑出來 對 今天做這個影片就是希望台灣的女生 也可以體會到我現在的這種感覺 不要在每天就是墊衛生棉 然後在那邊說一大堆藉口 說什麼你大姨媽來心情不好 大姨媽來真的還好沒那麼嚴重 好嗎 好 如果你是還沒有使用過蘇菲衛生棉條的人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點這個連結 我放在資訊欄就可以免費索取一元的兌換券 就可以拿到體驗組喔 所以你不用怕你花了錢買一大堆 結果你自己不會用 因為你可以先體驗 然後再決定你要不要用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面的訂閱 後來也可以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